今天我要用豆腐和香菇来做一道家常菜料理 来和大家分享麻婆豆腐 这道料理结合了豆腐的滑嫩和香菇的香气 味道带一点的麻香味 绝对是一道令人垂涎三脱的下饭菜 麻婆豆腐是一道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川菜 味道浓郁香辣口味而闻名 但因为孩子们不能吃太辣 所以我会降低辣度 豆腐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营养物质 如钙铁维生素B等等的 对于身体健康有很好的帮助 而香菇则是一种美味又营养丰富的食材 含有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多种的矿物质 对于增强免疫力和改善消化系统是很有帮助的 做菜前想和大家分享 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的新功能 大家可以用订阅支持巴拉玛 那巴拉玛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影片 新食谱跟大家分享 还有大家好我是Kiss点巴拉玛 看影片之前请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 订阅是免费的哦 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的最新影片 那现在我们就来用豆腐和香菇 做着导家常菜料理吧 准备一块豆腐 其实我很喜欢吃豆腐的料理 今天就来做一个豆腐料理 加上我又很喜欢吃辣 所以麻婆豆腐是我的最爱 把豆腐切成片状 我习惯先从中间切一刀 这样子再平分成等份的大小 就会比较平均 然后再从中间切一半 因为这块豆腐比较厚 换一个方向 把豆腐切成大钉状 把豆腐放到盘中 准备一朵香菇 把香菇切成薄片 放香菇进来可以提香 换一个方向 切碎 这种鲜香菇还会有一种独特的鲜味 所以也可以提鲜 把香菇放到盘中 准备一个杏鲍菇 把杏鲍菇用擀面棍敲碎 这样敲碎的杏鲍菇 它有不规则的表面 这样子会比较有口感 也比较入味 接着用手拔成丝 可以拔细一点 拔成丝后 现在给它切碎 这样子切出来 就会很碎 把杏鲍菇放到盘中 准备三分之一条的红甜椒 这里有种子和薄膜 先给它去掉 把红甜椒切成条状 我因为不要那么辣 所以我用红甜椒代替辣椒 麻婆豆腐这样子就可以降低辣度 换一个方向来切碎 我切大丁一点 这样子比较可以凸显出红色 把红甜椒放入盘中 准备三片姜 把姜排整齐切成细丝 换一个方向排整齐 切成姜末 把姜末放入盘中 准备一颗芹菜 把芹菜的叶子去掉 把芹菜先切一半 再把它切碎 我因为不吃五辛蔥蒜 所以我放芹菜来代替 把芹菜放入盘中 准备一颗香菜 把香菜的根部切掉不要 把香菜切碎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香菜的味道 我很喜欢香菜的味道 有时是放在热汤上面 那个热汤激发出香菜的香味 整碗汤都变得很好喝 集中起来 再给它切更碎一点 可以了 把香菜放入碗中 锅内放入适量的油 放入姜末和芹菜炒香 把这些辛香料先把它炒出味道 嗯 闻到姜的香气了 现在放入香菇 翻炒一下 把香菇炒软 油温现在很热 来回炒个几下 就可以感觉到香菇有变软了 现在放入酥肉末 这个我是在网路上买的 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 把它炒散 把酥肉末炒至焦黄色 酥肉末有闻到豆香味 有炒 比较定型了 现在放入杏鲍菇 继续快速翻炒 杏鲍菇会出水 所以先不要加水 慢慢的炒出杏鲍菇的水分 这样子就有湿润感 可以先稍微铺平 让它稍微煎一下 大概煎了30秒左右 把它翻一翻 有些杏鲍菇都已经变成金黄色了 接着放入红甜椒 大约略炒一下 让它平均 现在放入豆腐 放入水 从锅边淋入 大概盖过豆腐的一半 放入一茶匙的豆瓣酱 盐一茶匙 白胡椒粉一茶匙 糖四分之一茶匙提鲜 有香菇筋的朋友就可以放香菇筋 再来放点辣油 推动一下 把调味料给它炒均匀 翻炒一下 现在放入酱油 放入一汤匙酱油让它上色 往锅内推 这样子豆腐不容易破 调味料也可以炒的匀 我的辣油没有放的很多 所以现在放入红椒粉 红椒粉可以让它有红色 但是又不会有辣味 再来放点七味粉 推动一下 把调味料炒匀 大滚之后 我就再持续翻炒了一分半左右 现在可以闻到很香的豆腐的香味 可以关火起锅 取一个砂锅 开火加热 把砂锅烧热 来试吃麻婆豆腐 这次我把麻婆豆腐装在这个砂锅里面 这样子它的蓄热性就会很好 上座的时候还是热热冒烟的 来试吃看看 有点烫 很美味 我觉得没有什么辣度 大家可以试试看这样 因为那个红油呢 它只有带有一点点的辣味 这个辣度对于女儿就没办法啦 但是儿子是可以的 他不是到很呛的辣味 嗯 很好吃 我觉得如果要再降低辣度的话 还可以再加上番茄酱 那今天这道我就没有加番茄酱 如果大家要不要那么辣 可以再加上番茄酱 它又可以增加红色 然后又可以降低辣度 很好吃很下饭 这次的香菜我切的比较碎 撒在上面也会比较平均 然后也会比较美丽 猫坡豆腐这道料理呢 也很适合放在便当上面 当成便当菜 好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分享按赞加订阅 还有第六的日常副频道 最终Facebook还有IG 我们下道料理见 拜拜 嗯 这酱汁味要煮比较多一点 等下可以淋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